这个视频咱接着复习盐和化肥 不知你发现没有 酸碱盐之间的反应有个特点 两种化合物互相交换成分 生成另外两种化合物 这样的反应就叫做负分解反应 比如酸和碱的中和反应 酸和盐的反应 碱和盐的反应 盐和盐的反应 以及酸和金属氧化物的反应等 这些都是负分解反应 但是碱和非金属氧化物的反应 就不属于负分解反应 你看这些负分解反应的共同点 就是都有气体沉淀或者水生成 实际上负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 就是有气体沉淀或水生成 而且还有个特点 那就是反应物生成物都是化合物 而且反应前后化合价不变 说完负分解反应 接下来咱复习化肥 根据所含营养元素的种类 常见的化肥可分为氮肥 磷肥 钾肥和负合肥 顾名思义 氮肥就是含氮元素的化肥 常见的氮肥有尿素 氨水 氨盐和硝酸盐等 磷肥是含磷元素的化肥 常见的有磷矿粉 过磷酸钙加硫酸钙等 含钾元素的化肥就是钾肥 常见的有硫酸钾 氯化钾等等 如果化肥中含氮 钾钾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那就是负合肥了 化肥有什么用呢 告诉你 氮肥主要管叶子 磷肥主要管植物的根和果实 而钾肥与植物的新陈代谢 和抵抗力有关 那这么多种化肥 该如何鉴别呢 举个例子 鉴别碳酸氢钙 氯化钙 磷矿粉 过磷酸钙 和氯化钙这五种化肥 首先可以看外观 灰白色的是磷肥 氮肥和钾肥都是白色的 进一步的 磷矿粉不溶于水 过磷酸钙部分溶解 然后代温气味 有刺激性气味的是碳酸氢钙 最后代同熟石灰粉末研磨 有刺激性气味的是氯化钙 没有的是氯化钙 化肥中氮肥的成分十分复杂 该如何鉴别各种氮肥呢 比如鉴别尿素 氨水 碳酸氢钙 氯化钙 硫酸钙和硝酸钙 首先可以根据状态 鉴别出氨水 因为只有它是液态的 然后再闻气味 有刺激性气味的是碳酸氢钙 接下来加熟石灰研磨 根据氨钙和熟石灰会产生刺激性气味 那就把没有气味的尿素给分辨出来了 最后用化学反应 鉴别三种氨钙 将三种钙分别溶于水后 递加硝酸被溶液 产生白色沉淀的是硫酸钙 再像另两种溶液中 递加硝酸钙溶液 产生白色沉淀的是氯化钙 最后剩下的一个就是硝酸钙了 搞定 好了 盐和化肥这一章就复习到这 你都记住了吗 赶紧刷题练练吧